回到廣市新聞,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五位官員,昨晚與香港學聯代表對話,林鄭月娥評價對話平和並且有結智性,她說長期佔領街道,無助於解決問題,希望學生可以帶頭撤離。 對話從旁晚六點鐘開始,持續了兩個小時,對於學聯提出的問題和訴求,林鄭月娥等人從四個方面作出了回應,強調特區政府希望在第二輪公眾諮詢和市民尋求最大的政治空間,並且好樂意與學聯代表保持對話。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之下,仍有空間處理2017年特首普選提名程序和賣選舉方法等問題。 在對話當中,主持人,香港嶺南大學的校長,鄭國翰教授,兩道提示學聯代表更加清晰地表述具體的訴求。 雖然雙方在關鍵問題上,沒有太大的共識,不過在問答當中,關於政改問題的民意事實,什麼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,基本法的準確解讀等內容,都通過現場直播,向全港市民作出了詳細的詮釋。 林鄭月娥說,政制發展是具有爭議性的議題,理解社會人士訴求各有不同,不過希望在守法、和平、理性,還有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下進行,希望學生帶頭撤離,令市民的生活可以恢復正常。 不過在對話結束之後,拖聯並沒有呼籲示威者撤離,而是再次指責政府沒有回應到訴求。 中央台的報導,香港警方強調,香港高等法院在20號已經頒布了臨時禁制令,希望佔中集會者盡快撤離。 昨晚香港旺角地區參與非法佔中的人數有所減少,不過設置的路障就未清除。 警方表示,旺角地區是工藝露奪,對違法支持行為,他們會果斷執法。 從10月3日到21日下午,警方依法拘捕了94個人,他們涉及普通襲擊等違法行為。 行動當中,有61名警員受傷。佔中導致港島東區的電車運營嚴重受阻。 如果現在這個情況持續,在東區的電車服務,就可能難得維持。 對於仍然在持續的非法佔中,香港主要媒體紛紛譴責參與者,肆無忌憚地霸佔道路。 引發大堵塞大混亂,甚至是粗暴的衝突場面,應該承擔刑責。 而香港教育界相關人士也認為,學生知法犯法,反映出香港部分學生的法制觀念淡薄。 同時也反映出香港學生的公民法制教育需要加強。 中央台的報導。